翻起老照片 丁爷爷画侠子就开 在刚才结婚了 47年 47年 从新婚时的羞涩 到现在子孙满堂 除了容颜变了 丁爷爷和奶奶甜蜜依旧 两人勤迁60年 他们今年决定要做些什么 申请 大抵宣诊 91岁的丁爷爷和80岁的奶奶 双双签下大体捐赠书 突破原先的观念 过去的观念 就是身体发福 受父母不甘毁肠 讲实际真是没有什么用 百年之后 你就活化也好 土壤也好 到最后都变成一堆土 高龄的丁爷爷身体硬朗 喜欢爬山 90岁那年 还参加21公里的终横健走 只是奶奶做骨神经痛 走路不方便 但这没阻碍他奉献的念头 我大体没有用 就捐给出去 你留着干嘛 可能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 可是他也没有接受过大手术 那他们也没有什么一些传染病的话 那基本上都可以符合大体捐赠 老夫妻俩间谍情深 一路上相互扶持 鼓励行善 把无用化为有用 成了两人钻石婚最好的礼物 大爱新闻及新王昭中 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小时 感谢观看